2022年7月1日 下雨打風 為何天這麼悲哭得不停得嘴 還要打風 今天隔天我們去哪裡呢 就來到荃灣站的A出口 出門後 我們就轉右向漁景新城方向前進 我們就不是漁景新城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叫中染大廈 或者這個區域也叫做8米半的地方 我們今天去的就是去現在的傢俱 不是看傢俱 是看speakers 看喇叭 這個是什麼喇叭來呢 相信如果有Follow開我的節目都知道這個喇叭 是Sonos 它不是完全是Sonos 它是IKEA和Sonos合作開發出來的一個Wi-Fi speakers 音響部分就由Sonos負責 而設計就由IKEA負責 我們現在就在三樓入口的地方 如果要看Sono 就要去五樓 就要 行Excalator 上去 好了我們一直上去 去到 燈飾部門 燈飾部門 旁邊 這個位置 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電子產品 除了Sonos speakers 外還有空氣清新機等等的物體 然後我們再進去這間房子 就是這次的主角 我們就會試到 Sonos 和IKEA 聯繫的 Wi-Fi speakers 產品 旁邊就有一個 iPad 就讓你很方便地 掃穩一些歌 因為它也預算有成十幾十首歌 你可以在這裡慢慢試清楚 接著來到就看看這個喇叭外觀設計 單手拿上來有些份量 我最初以為輕飄飄 原來挺重 挺聚首的 我們看到有兩種顏色選擇 有白色和黑色 一向Sono 產品 也是提供了這兩種顏色給你選擇 看看背部 背部有一個LAND頭 以及一個電源線插頭 另外我們看到還有一些坑在這裡 方便你走線 設計也是屬於 正路的 我也是沒有投訴 跟家居家居也沒有太大違和感 接著就講講這個喇叭的單元佈局 我們看到這塊掩 我們一撲 一拉開它就可以拉開這塊蓋 我們看到裡面的喇叭單元佈局 我們看到底下 最底下有些按鈕 大小聲 暫停play的按鈕 接著大些圓形的就是中低音喇叭 上面那個圓形仔 就是高音單元 而最上那個 圓形的洞就是排氣口 好了 沒有太多花巧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 都是一個很classic 很典型的單元佈局 講講這對喇叭 IKEA和SANOS 聯繫的 Wi-Fi speaker Symphonisk 它的音質是怎樣呢 我個人也是覺得是挺討好的 它的中音表現也挺好 用來聽歌 也挺協調的 不會有一些 圈不脫主意的感覺 也不會有太過 人工化的感覺 因為你知道這些 這樣的 speaker 就是裡面也依賴著 DXP 整體表現都滿意的 作為一個 casual的 listening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很serious 你是很著緊的對聲音 你就可能要買一些 監聽型的喇叭 因為這些喇叭都是 給一般用監 casual listening 我覺得是 絕對沒有問題 以這個budget speaker 來說 我也覺得 交了功課 我是收貨的 當然 低音表現會較為 信息的這些喇叭 我個人認為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去IKEA這裡試音 剛才說了有一個 旁邊有一個 iPad的 你除了可以選擇歌廳之外 其實這個應該是那個app來的 你去到 應該是右下角 有一個齒輪的位置 Set up 你可以進去 你進去 你可以看回 它的喇叭 有些setting 可以讓你 調教高音 和低音 我個人覺得 低音和高音 都是需要adjust的 你看到這裡 那個低音 我覺得起碼要有 4-6左右 只是 因為 那個表現 我只適合我的口味 或者這麼說 高音也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教 當然每個人口味不同 我也建議大家 可以有時間抽空 去IKEA這裡試 我相信不僅是荃灣有 另一間也有 但另一間的格局 是不是像荃灣一樣呢 我就沒有去 考舊歌 好處就是 你可以慢慢聽完 那首歌 甚至你走進去 設定裡面 可以更改一下 它的高音和 低音 看看哪個 combination 出到來的效果 你是最喜歡的 講完這個音質之後 究竟 這個喇叭有什麼好處呢 一 便宜 整個SONOS的 product line 是最便宜的 一組喇叭 當然 它是跟IKEA一起聯繫的 可能你會問 又要叫做budget 又要便宜 還要跟其他人合作的 會不會差一點呢 會不會不比較 不足料理呢 這方面你放心 它一樣可以享用 sonoapps 基本上 你聽歌可以通過sonoapps 去聽歌 特別如果你是Android用家 你就一定要依賴這個sonoapps 因為這部機 是沒有提供到comcast的 這部機如果你是iPhone user 就 便宜到流友了 你可以除了用sonoapps 去聽它integrated music service 你還可以通過iOS device 例如iPhone、iPad AirPlay 寫歌 去這對speakers 模組化設計 當然你買一批喇叭回來 就這樣等在這裡 感受不到它的強項 它的強項就是可以 很容易輕鬆地 組成一個5.1家庭影院 例如你現在買了這兩個speakers 你可以加上前面的soundbar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sonoapps sonoapps sonobeam 或者是最top的sonoapps 封劍油人 你可以簡單地組一個5.1系統 甚至去到一個完整的atmos架構 5.1.2系統 而你又覺得 低音可以再強一點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這個mini版的10 還有要加上saboover 之前那集說sonobeam都說過 可能遲些sono會出一個平價版的saboover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是打算買sonobeam 或者sono的ray的話 這部機另外一個賣點 就是有sono自家的自動調音功能 to play 就透過你的手機 的收音咪 去收聽 理解你的聆聽空間 它有些特別的 你需要拿著這部手機 在聆聽空間上不停地 掌握一下你的手機 等到sono產品去理解 通過手機的收音咪 理解你的聆聽空間的condition是怎樣 從而作出適當的調配 出來的音效表現 我個人就是喜歡sono的做法 因為某程度上你可以叫環保 它用回你的手機 不是 這是好處 但不好處就是 只是局限著Apple的手機 或者是iPad 你就不可以用Android的設備 暫時都不行 我不敢肯定將來行不行 不過這一刻 你仍然需要iPad 或者iPhone的設備 所以如果你是Android用家 你又想買 想進入sono這個世界 那你就 第一次 做調教 調音的時候 就煩一點 你可能要真的 掛點錢去買iPad 或者你說不需要掛點錢 你就問朋友 借iPad 給你 回家做這個 自動調音調教 基本上是做一次 就OK 不過就 要肯定你不會把喇叭 周圍抖 這就是幾個重要的賣點 還有一個重要賣點就是 全家的好聲音 什麼意思呢 你買 當你買了三四件sono產品 你可以將一個sono speaker 等進廚房 一個等進廁所 一個等進廳房 一個等進廳房 現在有些事要進廳房 又要 拿一個speaker進去就不用了 全家裡的聲音 特別我覺得方便 有些人喜歡全家裡 有一個backback music 那就最適合了 或者是什麼情況OK呢 就是如果在聽 podcast 我突然想去廁所 就當我去大解 我去廁所大解 我就可以 在廁所大解 不怕miss了 podcast 又不用說暫停了 我在廁所 當然在廁所 是有sono 這個speaker在後面 這個功能 對我來說 就不是太用得著的 但是對有些人 如果你是住香港村屋 適合 特別是現在 很多香港人 都走路了 去了移民 去了英國 加拿大那些地方 那些我這麼大 就當然 需要 多些sono產品 等到全屋都是 那你就聽到了 因為其中這個是sono的強項 雖然我經常覺得這個強項 對我來說 沒什麼用 但是 鬼佬就真的很喜歡用這個強項 在歐美地區sono產品 這個是賣點 你看不只是sono 都有這個所謂multi room的功能 或多一個區域播放功能 不是sono獨創的 你看其他品牌 它都有滲下去 不過做得最好 這個Integration做得好 暫時我覺得仍然是sono的 剛才說外觀設計 遺漏了一件事 就是關於這個speakers 最底下那一台按鈕 就是 加號 就是 Volume 音量的增加減少 以及 播放暫同功能鍵 這幾個鍵 似乎好像掉色 你如果去到現在的家具 你留意一下 它們經常被人按鈕 有好幾部機 我看到那個button的 正號符號都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有 易購買這個speakers 就要鏡石 使用了 這幾個 按鈕 另外就一提 我在 開那個蓋 看裡面的喇叭單元 在其中一部 機裡面 我就看到一些人 是肯定多手 不是沒有心 就 錄掉了那個高音單元 我覺得這些就 不是很應該做 因為很明顯 你是故意做 你這樣開的蓋 你沒有理由 會錄到那個高音單元 肯定你是有企圖 錄下去 那麼 這些真的不要得這些行為 希望 希望 希望不要再發生 我不要再看到 這些奇怪的情況出現 別人這樣讓你 是視機 不是讓你 毀壞他的機 好了 我們看完Sono 不如就上去 7樓 熱gear的餐廳 一下肚子 嘩嘩嘩 為什麼這麼多人 因為今天是 七一假期 所以 很多人 這麼多人排隊 我當然不會去吃 旁邊的地方 賣玩具 進去看看 先看看 看看 現在有什麼玩具 我常常都不知道 現在都有 那麼多玩具 賣 他都不少 有這些 迷你傢俬 你看到 小椅子都挺有趣 不知道 比例是怎樣 配一些 Action Figures 會不會大了 梳化仔都挺有趣 都成套 139元 都勉強可以接受 就有這些 公仔 因為有計數機 這些計數機應該是可以用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 現在傢俬那套 玩具廚房的一些 配套設備 全場最吸引我就是這個會動的火車模型 你看到這套是主套的 軌道和其他車卡 只買這盒當然不可以 還要買 火車頭 分開買 這個火車頭 連接的地方應該是用磁石的 所以整個列車 是應該用磁石連結在一起 我又覺得挺有趣的 反而中間那套就不包了 當然中間那套 應該是Lego和 IKEA聯繫的另一個產品 但是看樣子又不是很吸引 我個人都是喜歡這個火車玩具 多一點 好了我們接著就下下一層 就賣傢俬 賣梳化 賣書桌那一層 裡面其中有一個 corner 位置就是賣 一些電競有關的產品 包括 叫書桌 等電腦 等螢幕 還有有關電競的一些零食 還有你見旁邊一罐罐的就是所謂的飲品 其實就是提神飲品 我個人覺得這些都是 沒什麼益的 把電競 塑造為一個 運動 都是一個包裝貿易 你看到還有一些 電競椅 我挺喜歡 現在的電競椅 因為我看到外面有些電競椅 配色就很誇張 誇張得來我就覺得不漂亮 我不懂得欣賞 反而現在這一類電競椅設計就來得 低調一點 膝蓋一點 你還看到有其他不同的 產品 包括剛才剛剛經過的 環形那些燈 這個 headphone stand 用手的形狀托著 我又挺喜歡的 如果觀眾朋友有打機的習慣 又不妨下來看看 看看現在傢俬電競產品 適不適合你的心水 剛才我們剛剛在七樓看到餐廳外排長龍 沒辦法了 我們就下來 近出口的小食部 買小食吃 現在傢俬吃小食 我個人推薦是吃什麼呢 例如單骨雞翼 一些小腸 不過是短短肥肥的小腸 還有它的軟雪糕是OK的 夠便宜 還有我通常都會吃它的乳酪 雜母乳酪 雜母乳酪最便宜 大概8-10元左右 但是有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新的商品 就會正式做水 加了一些 Caramel 或是醬汁 又變了貴一點 但是都是屬於便宜的乳酪來計 乳酪雪糕來計 除了這些之外 我都偶爾會吃它的泡菇 不是說它的泡菇 很飆青 很好吃 是勝在 超級便宜 大概 11-12元 我忘了多少錢 都已經有一包 夠了吃了 但是很可惜它的泡菇 收得你不便宜 當然質素不是很好 不是爆得很開 吃下去就是咬崩牙 還有 現在的王牌熱狗套餐 就是一個熱狗鑑杯 飲品 汽水 或者咖啡 這個是最便宜的 這個套餐 很多去現在加司 充機的人 都會買這個餐 我記得幾年前 它是10元 慢慢加到11元 接著 現在應該加到13元 如果沒有記錯 如果有觀眾朋友 是榴槤愛好者 那你 今期去現在加司 就發達了 它有一個叫做 名字叫什麼 特龍D197 貓山王榴槤 燕麥奶 Sunday 名字都蠻巧合 我猜應該就是 我先看英文 Plant based sunday 啊 即是那些 燕麥奶 用燕麥做的 奶 當然它不是牛奶 即是表示這個 雪糕是用以麥奶去製成 就不是真的用真正的牛奶 最重要都是吃榴槤 那麼榴槤就 29元一份 加了13元又有兩份 所以如果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就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 嘗一嘗它這個貓山王的雪糕生地 好了 又到 4條11111時間了 如果有觀眾朋友 喜歡這個頻道的 歡迎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們的支持 是我拍片的動力 如果不知道留言 留什麼的話 也很簡單 留4個1 11111 在下面就 充分表達到 你對這個頻道的支持 如果有新朋友 第一次接觸這個頻道 或者未訂閱的朋友 也歡迎 訂閱和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新節目推出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你 我是影音整理員 300街 希望下一條影片再見到大家 拜拜